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是前天下午 他从儿童玩具城出来 手里面还拿着个玩具汽车 玩具汽车 就是眼下最著名的 胜利模具场出来的那个 玩具汽车 孩子们都很喜欢他 你有没有听说 他想把 那玩具汽车送给谁啊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见了面以后 打了个招呼我就走了 学长 马上把这个号码给我查一下 是 现在刘天书的真实想法 我不敢确定 有一点我敢肯定 孩子在舍舱 你们去搜这边家路 给我仔细的查 一定要把孩子平安的接回来 自己小心点 是 我可以 幸福吃點水果吧 幸福 怎麼了 那你看會不會是巧合呢 應該不會是巧合 時間 地點 特徵 都非常準確 我和劉天樹就是在那個地方分手 小蝌蚪和大青蛙的名字是劉天樹起的 而且落款是劉叔叔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劉天樹一定 一定是到蘇州找到了天天 他想拿天天來威脅我交換名單 這個人太狡猾了 那你打算怎麼辦 天天怎麼辦 名單怎麼辦 我也更不能讓名單 落在他們的手上去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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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小孩饿了吧 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来吃点馒头 来吃一点饿了吧 啊 吃不吃 不吃辣豆 我只能求助黄卫军了 怎么找他 寻人其事 谁 啊 啊 啊 黄大哥 蔡同德药店 无侠戏谈 手打电话8723 取药方 小妹 她能看懂吗 应该可以 黄大哥 蔡同德 药店 小妹 这些她应该会明白 尤其是蔡同德 我就是跟她 在那儿分开的 大好 我现在就去 小丽 公布你的电话号码 将意味着 你会卷入这件事情 而这是 这是我一开始 最不希望做的 但是我现在 没有任何办法 病人通过医生电话 相互联系 然后通知病人的家属 来取药方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以前也出现过 就算被他们发现了 我也能解释 再说了 那么多姓黄的 谁能猜到是黄维军啊 放心吧 不会出问题的 谢谢你小丽 对不起 看你说的 要不是你把我从刘建树身边 拉回来 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样 心如 我现在担心的是 另外一个问题 你看 寻人专法的广告那么多 黄维军能看到吗 我们再想想 如果他看不到怎么办 看 你去吧 好那我进去报社 这么好吃啊 哎 谢谢 我就给你买点好吃的 我已经给周志文派博方航出 他们正在导天 今天报纸我都看了 没有蓝纤楼的任何消息 谢谢 继续找 一定有找 是 卖花枝喽 等等 萬一能等到黃薇菁的電話呢 來不及了 到我送口要兩個小時我必須走 不行 有聽說這個人心狠手辣 你一個人去太危險了 黃薇菁好像趕到了什麼 他重新閱讀報紙上那則 邏輯上不帶通順的廣告 黃大哥 蔡同德 藥方 小妹 黃薇菁恍然大悟 藍心如在尋找自己 他馬上撥通了那個電話號碼 黃薇菁恍然大悟 田田真是 只是不該那麼早的 看到他不該看到的東西 小李我不敢奢求你我照顧好他 因為我沒有這個權利 如果田田問起來我去哪兒了 你告訴他 你說姑姑不能陪他一起長大了 但是姑姑非常非常愛他 姑姑會和他的爸爸媽媽 在那個美麗的地方等他 謝謝小李 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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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訪問他 你讓他來不及了他們 你讓他要來不及了樣子 那麼快 我 decide 好 你讓他去哪兒 喂 喂你好 我姓黄 黄大哥 姓如半个小时以前 已经去了吴松口附近了 刘天书在那等他 要用孩子逼他交换名单呢 好 我马上赶过去 老秦 告诉周志鹏 找到孩子以后 马上送到吴松口黄摊 蓝先生和刘天书都在那 我现在赶过去 好的 哦哦 哎呀 哇呦 哎呀 哦哦 哎呀 哎呀 噢 哎呀 哎呀 啊 我我快點這地人 你從頭 前面剛叔叔給你帶什麼好吃的來 來我給你撥 快快走快 你們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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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衛生承作 說話 走 我要東西 你要什麼東西 名單 什麼名單 你知道是什麼名單 你要他幹嘛 我有用 你有什麼用 我有用 你要給誰 你不給我試試 你想怎麼樣 天天在我這兒 你看 你不給我試試 你想怎麼樣 你不給我看 我的人 我來看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你 你爬 走 你帶我稍微 天天放 我告訴你明天在我這兒 在我這兒 我天天放了我跟你走 我告訴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啊 坐下 就是你這個 這是我給你的 誰讓你把他給我撿 我不信 你是陳戰後的人放屁 我誰的人都不是我他媽是你的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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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别开枪 别开枪 别开枪 发生发动 不 你别开枪 发生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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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清醒了 政权与他们几个同志就是他出卖的 他要这个名单跟全场好一样 就是要破坏我们的组织 你应该清醒了 我们的船来了 赶快上人走 躲开枪 点儿 稍后 差点作 点儿 两个人 甚至这个人 有点 对 感谢观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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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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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医生 快吃饭了 谢谢 蓝医生 赤士园今天特地起了个大早 从集市上买回了我们晚戏的特产 八宫山豆腐 你看看 又白又嫩 特别好吃 是吗 谢谢 不过蓝医生 待会吃完饭以后 再给我们讲讲基础护理学吧 我们都等着听了 好 没问题 怎么 得着蓝医生就没完没了的给你们上课啊 你们可听好了啊 如果蓝医生的身体恢复不好 我就拿你们试问 没问题 我们会好好照顾蓝医生的 黄大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哎 我到北平啊 执行个任务 刚回来 怎么样 你的身体 恢复的怎么样 好多了 太好了 蓝医生 出院以后 有什么打算吗 可能 我还是想回上海 回上海干什么 你回上海是很危险的 我已经为你想好了 到江西瑞金去 那里咱们的解放区 缺少医生 就是因为缺少医生 在反尾角的战斗中 我们很多的战士 就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战斗检匀情况很严重 你去了 能够解决大问题啊 罗阿姨和天天 就在那生活 哎 天天现在的情况好多了 已经在小学读书了 你去了以后 可以经常跟孩子在一起了 谢谢你们照顾天天 照顾罗阿姨 我考虑考虑 蓝医生 你是个立了大功的人了 你保护了我们党十八位同志的生命 周恩来 李克隆 还有陈庚 都要见你 他们都想看一看 你是怎么样一个女人 我马上 还要去追求一个重要的任务 生活里有什么要求 提出来 已经非常好了 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 那你就好好养上 给他们讲课呀 你要注意身体 不能太疲劳 好 黄大哥 有什么事情 我能要把枪吗 你要枪干什么 我想 如果我去瑞金 那我等于 也是一名战士了 嗯 能给我这个战士 配一把枪吗 可以 你想用一支什么样的枪 我不懂 那我来为你安排 小招 到 到九位连 就是我说的 给蓝医生 借一把 瓦尔特小手枪 是 真是满意了吧 等回来我再看你好 走了 休息好注意身体啊 陈医生 这是你的枪 没事别怕 没死的 好 谢谢 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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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摸索啊 快起来啊 赵哥 赵哥 不就撒了一只眼吧 你又没丢了性命 干嘛那么沮丧啊 就是啊 赵哥 你一只眼睛都被我们打得准啊 敌人这样你 也是一眼 赵哥 对啊 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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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休息咱们先走吧 赵哥 走了啊 过两天再来看您啊 走了 赵哥 走了 赵哥 我们还会回来啊 走了 第一次摩箱吧 先别急着瞄准 要了解枪的性能 要先把枪拆了 再把它装起来 了解每一个邻家的用途 你要把枪弄得滚光烂熟的 就像你拿手术刀一样 你很会打枪是吗 练了两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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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行 拍的脸 一听就是个声声 哭 嗯 啊 嗯 嗯 你对枪的性能 已经了解了 但是你要记住 它不是工具 它是你身体的延伸 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就是枪 枪就是你 只有达到这种境界 才能挥洒自如 这只是用枪 但是现在你还不能打枪 回去以后 你要好好练练瞄准 什么时候 你的眼不乏 手不抖 强 自然就成了 为什么要教我这些 因为你心静 我想 早晚一天你会用得上它 有远 一本 有女人 可逐 大蜡 一本 都 二本 一本 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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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